一架來自韓國的大航航空客機 同一架來自香港的國泰航空客機 1月16日在日本北海道新千歲機場停機 凭發生逆戰碰撞事件 身在新千歲機場的港人陳先生說 原定乘坐下午5時10分的CX-583班機 但他疑似因為與大航航空的飛機碰撞 航班取消 意時國泰航空正在安排CX-583全部乘客 搭乘CX-581班機回香港 但因為這班機的客機座位不夠 公司方面正在詢問有沒有旅客願意延後登機 由陳先生提供的影片可見 後機室玻璃窗外白亡亡一片 有工作人員為客機機身除兵 後機室內氣氛平靜